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21日 星期六 今天要和大家講一下 國際局勢 拜登 訪問亞洲 當然最主要就是 跟亞洲 重要的盟國日本 開會商量 商量甚麼呢 大家其實心中有數 這次拜登 的亞洲行 可以說是一個 十分之 重要的事 因為 星期五 即是昨天 第一集去南韓 之後就訪問日本 然後陸陸陸續續 就是要面擊這些亞洲國家 其實 上個星期 拜登就在華盛頓 招呼亞洲中盟的國家 當然是要拘捕他們 要孤立中國 這次更加擺明 甚至乎會不會突然訪問台灣呢 當然這個我覺得 暫時也不會 但是圍堵中國的態勢 肯定就會越來越烈 跟大家說一下 最新的消息 已經派出他們的自衛隊最高的武官 去訪問 北約 參加 北約軍事委員會參謀掌級的會議 這個 可以說是一個理程碑 因為 中共也好 俄羅斯也好 不斷就說 為甚麼俄羅斯要打烏克蘭 就是你北約東礦 當然一些 共匪或是中共的大外宣 就說 這次這場仗是你們北約搞出來的 因為如果你們不是北約東礦 我們用不侵略烏克蘭 你會令我很危險 大家都知道 北約 是一個防衛的組織 一個聯盟 大家加入了這個之後 如果你被人打 北約就會出手保護你 它不是一個侵略性的組織 而是一個防衛性的組織 防衛性的組織竟然被侵略者說他威脅到這個侵略者的安全 其實是為甚麼呢 威脅這個侵略者 不敢侵略其他人 所以 現在北約 不僅是東礦 我覺得 接下來東礦到日本 大家想想想 日本的自衛隊 為甚麼叫自衛隊呢 就是因為戰敗國 打敗了仗之後 他們不能夠用正常的軍隊 只能夠用自衛的名義 而當自衛隊 去到北約一個 以防衛 為主的組織 更加顯出 他們受到的挑戰 面臨一個侵略者 這個侵略者是誰呢 除了普京 除了俄羅斯 當然還有中國 所以這次我覺得 是一些 防衛的大聯盟 當然 當防衛的大聯盟 組繫起來的時候 你們這些侵略者當然 當然是坐立不安 好 消息是這麼說的 日本自衛隊最高的武官 統合幕僚長 山崎行義 即是 以軍階來說 可能是三軍總司令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 17日 日本防衛省稱 山崎行義 將作為日本自衛隊統合幕僚長首次出席這個會議 自從俄烏戰爭爆發 日本和北約和美國的互動 十分之頻密 跟隨美國 英國等等對俄羅斯進行制裁 5月13日 日本政府 在內閣會議上決定禁止向俄羅斯出口尖端技術和產品 其中 包括量子計算機 3D打印機等這些設備 以及技術 現在日本已經停止向俄羅斯出口57種高科技產品和技術 日本政府還計劃在2020年尾修訂國家安全戰略 首相 岸田文雄曾經在3月份的記者會上表示 會考慮到烏克蘭事態來調整戰略 根據日本共同社報導 日本政府 在3月9日透露 將計劃由俄羅斯 將他由合作夥伴之中剔除 轉而列入安全保障方面的課題 岸田還在3月7日的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強調 北方四島 俄羅斯說的千島群島 是日本的固有領土 改變了之前 擁有主權的說法 即是說他已經加強了 有很大機會就要拿回 先說一下拜登 先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點擊廣告、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和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拜登 訪問 亞洲當然是給中國的很大壓力 因為中國在亞洲稱霸 現在 美國高調地重返亞洲 高調地和 亞洲最強的 除了中國之外 最強的 日本和南韓 眉來眼去 甚至乎 可能加緊結默 當然是令到中共 坐立不安 加強圍堵中共 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 第一島鏈 包圍圈 只會越包越實 加上北約 納入日本 或是 邀請日本成為觀察員 大家想想 會有甚麼效果呢 不只是要困住俄羅斯 甚至乎 是要困住中共 好了 美國總統拜登 訪問亞洲 這是俄烏戰爭之後 國際秩序的佈局 對於接下來的國際形勢 有很深遠的影響 拜登第一站 當然是去南韓 見了新總統 穩勝悅 因為這個是 親美的總統 是一個比較反共的總統 所以這次南韓 當然跟美國當然是對話 大家自己也有對話 美國為了加強對中國的包圍網 南韓 這次打破了以往親中 這次換了親美 當然是 鼓勵一下 當然 當然 也要 警告金正恩 為你別胡亂來 我要動你 沒有人幫到你了 沒人跟你求情 然後拜登就會去 跟日本的首相安田文雄 商量如何對付中共 對美國來說 俄烏戰爭上面 烏克蘭得到美國的大量武器援助 接下來扭轉形勢 打敗俄羅斯 是遲早的事 現在問題就是 他們要把這個目標轉移到 比俄羅斯更加難搞的中共 因為中共在經濟方面的實力比俄羅斯強大很多 當然 是要配合 如果美國真的要牽制 或者真的要對付這個對手 一定要有盟友的支持 老實說 對付中共 不能夠單靠 是一樣的經濟或者軍事 是要兩樣東西一起做 然後呢 尤其是台灣問題 中共 最第一個會動手的估計都是台灣 所以 怎樣保護台灣 在南海上面 阻止中共的擴張 在經濟上面 怎樣使得中共的供應鏈撤出 將外資搬離中共的控制 不要被全世界供應鏈撤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大家想想 現在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是不要忘了 美國是第一 日本是第三 然後第四 英國 德國 法國等等 四五六 如果 你想想 第一 三 四 五 六 加起來的經濟體一起挑戰 我不相信中共可以頂得住 是不是 當然我們會看到 在拜登訪問亞洲之前 中共特意派了楊潔篪和沙利文 即是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 開會談電話 中間是不是有甚麼桌底交易 或者中共是不是表示有甚麼 我們不要亂來 或者 警告他在台灣方面的問題 因為現在中共其實甚麼都不介意 他們 經濟不理 任何東西都不理 最重要就是台灣問題 現在的習近平 他不是求財的 他是要求氣的 所以 批養傑茲利可能就是要摸底 美國人這次過來 會不會 訪問台灣 會不會突然間 跟日本一起出來 開過聯合聲明 支持協防台灣 甚至乎 在某程度上 助長台獨 這也是中共最擔心的事 因為 他下不了台 如果突然間你說 不反對台獨 就會死了 這樣 大陸的氣氛 被中共 鼓吹了那麼久的民族主義情緒 有機會反逝 中共也很怕內亂 所以 這一段 拜登的亞洲行 很明顯 一定是以台灣派來刺激中共 當然 也會拉攏東南亞的盟友 包括 跟中共有主權爭議的菲律賓 領土主權的菲律賓 越南 馬來西亞 這些國家全都是有領土爭議的 當然 中共在南海的擴張 大家都覺得很不安 我們看到 菲律賓即使換了總統 但是現在這個總統 還是跟杜特爾特那個 那個 板塊是同一塊板塊來的 他會反共 還是親美 暫時也不知道 以前馬可思 可以說是在美國的支持之下 才可以做獨裁者 當然 馬可思 也是 令到菲律賓萬劫不復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我們會看到 接下來 菲律賓 局勢可能有些變化 這個就不知道 拜登 可能也是順便 這個盟友 因為 以往 美國撤出了菲律賓之後 使得菲律賓經濟一落千丈 以往在菲律賓來說 其實在亞洲來說是很富庶的 70年代 自從 到了80年代 美軍撤出之後 當然使得菲律賓經濟一落千丈 加上總統 馬可思 倒台 才揭露了菲律賓 原來如此多問題 千瘋百孔 整個亞洲 十分之複雜 拜登來到 最主要的工作當然是 要部署這些國家 要團結東南亞的國家 加上日本南韓兩個強國 跟中共 展開一場鬥爭 最主要的問題 也是牽涉到台灣 現在看來看去 因為 整個亞洲最緊張的就是台灣問題 反而北韓我覺得也不是一回事 因為 去過不出什麼樣子 現在又有COVID-19 又有搞他一旁了 這一節我們暫時看著那麼多 接下來 會跟大家跟進這個亞洲的局勢 拜拜